皆さん ようこそ 歡迎你領導我的魔王城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獅子複製乃教 那麼在牌組開始介紹之前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喜歡我這類的影片的話 也不妨幫我點個小鈴鐺 這對我來講非常有幫助喔 那麼 回到牌組本身 在這裡這次的新版本當中啊 乃教新增了一張還蠻強烈的AOE 救贖的聖女貞德 她本身是3費23體質守護 入場區會抽取一張卡片 然後暴龍強化6的話 會給予敵方人從著全體2.3回復自己主戰者2點生命值 獲得不消費EP金額的進化效果 進化時會給予敵方人從著全體2.3回復自己的生命值2點 這等於說是一種指定版本的咚咚一哭之類的轉生 而她還有暴龍強化的效果 有的這一戰爭呢 不論你在前期過牌 或者是在中後期的控制都非常的有幫助 除之外的話 還有另外一張紅卡 衝高聖體 她本裡是無法使用EP進化的 而當自己主戰者受到的傷害為4點以上 會回復這主戰者4點生命值 給予這個重者4點傷害 羨慕曲召喚一個衝高聖體到戰場上並10期進化 進化過後的體質是48 然後帶有即時、必殺以及守護 最一開始我是覺得 衝高聖體可能蠻沒用的 因為等於說是是4費空下 然後這一張也沒有一個嘲諷的功能 對面也不會想要解她 而如果對面都是重者小牙籤的話 她打你的主戰者 你也無法觸發到這個補血的效果 但是其實對於奶嬌來講的話 本身就是很容易會虧各種費數 而且奶嬌還有很多種可以讓 崇高聖體直接炸出來的手段 首先如果你牌組當中啊 放有馬紋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崇高聖體給炸掉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 你一路蹲 直接蹲到了8費 光輝女劍色啊 就可以直接帶崇高聖體跳起來 當前回合就可以做到7點加4點的斬殺 還有兩個守護砍在場上非常的厲害 目前畫面上這一套啊 是我認為比較主流 而且是比較強力的 獅子複製流的奶嬌 最重要的combo就是 你要在5費之前去下到災禍之神 接著的話6費去開光耀神 只是去拿到免費的獅子的祝福 然後獅子的祝福 你可以扣在手中 或者是考慮複製獅子 或是複製災禍之神 那最理想的情況下就是 你可以複製聖虧女劍士 然後就可以每一回合 就有無限的神灰女劍士 相當的誇張 假使你的災禍之神沒有來 你要想辦法在5費的時候 去控制你的護符 比如說去5費時 霞除冥光藝人 或者是去打出尊貴的避邪物 都可以幫助你在6費的時候 去開刀神石 有沒有開刀對於對決的影響 真的非常的大 而我個人認為 因為場上有可能會卡住 悠久絕望 然後各種的護符 還有光耀神石的緣故 所以我沒有覺得說 伊莉絲特別的搭 當然你要去放伊莉絲也是可以的 那你只要記得就是 當你準時進化伊莉絲之後 就不要再去下什麼 災禍之神的捷徑 以防就是到時候場面直接卡爛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套 快樂小豬叫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封面 因為我覺得拿快樂小豬 當主打應該大家會比較喜歡 而這是我研究出來的 另外一套快樂跳豬叫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要在後手的時候去跳到美丹佐 接著就會直接接到六費 六費的時候你有很多的選擇 比如說像是金腳零 你就可以直接刷兩次的進化 還可以幫你做到過牌的動作 除了之外的話 還可以直接使用巨型快樂小豬 把1B交給他之後 他就會幫助場上的快樂小豬進化 也等於說是一回合刷兩次的進化之數 等於說你只要美丹佐跳完之後 六費金腳零或快樂小豬 七費再做金腳零或快樂小豬 這樣你在8費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做到聖灰女劍士 5次進化 做到一個最強的節奏 但實際上這樣配完之後 我會覺得有很多情況下 你會被逼著 就是說感覺不太能下美丹佐 因為前期對面可能就已經鋪起來了 可是你都放了嗎 就給我硬跳吧 這就是他稍微打起來 會感覺有點怪怪 然後尷尬的地方 因此要把前面讓一個節奏給拉回來的話 這邊有暴龍強化六的珍德 也是可以直接收到一個雙重的掃場 以及馬雲 可以直接做到AOE 這一套還比就是前一套 更容易叫出巴哈 你可以用中煙之地直接派下去之後 再搭配到救急的巴哈姆特 你的費數會比剛介紹的上一套還要來的快 可是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一套的表現沒有上一套來的穩定 基本上就是你拿到先攻 強度就會差蠻多的 而且你拿到後手即使跳費之後 也有可能場面會有打不回來 或是對面直上直接把你灌爆的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牌組部分的話就自行斟酌參考囉 接著畫面上的這16張牌 就是我覺得奶叫當中可以考慮的構築 如果你是玩我第一套介紹的牌組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尊貴的避邪物去換成惡卓神父 是同樣的意思啦 只是我覺得這一張比較直覺一點也比較低費 目前打起來我會覺得說比較順手 除此之外 因為我有選有信仰一擊 你直接用一費消一 這樣二費就可以解一隻大怪 也不會像是你去消一張的二費從者 那麼樣的虧費 剩下來說的話就是打起來會缺牌 就去補抽牌手段 而你想要有些中端的話 就可以去考慮伊莉絲 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的混用的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戰績的部分 戰績的部分我有打一個六連勝 然後接著的話這邊是比較多敗的 然後再者的話這邊是平的動作 我個人認為差不多坐落於60%勝率啦 沒有到特別誇張強 但是也沒有到很弱 然後還蠻吃對決 像是我覺得死靈就沒有到特別好打 還有那些會跟你OTK職業 剩下就是 如果你去遇到了巴哈 說真的 不好打 可是如果對面解不掉你的聖屍之後 如果你有辦法用閃耀填死 無限複製的話 是有值得一拼的前途啦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戰的部分哦 好的 首先第一場的對局是對上一個主教內戰 其實這兩場我都是選擇主教內戰的對局 主要是我覺得 打起來這兩場看起來是最好看的 那這一套啊是跳豬排主 跳豬排主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他比較不穩定 你們看一下他的短板 然後剛好對面啊 就是我介紹的第一套的排主 那我們這邊剛好有美單左直接留下來 不管先後手我一定會去留悠久的絕望 他就是要在前期的時候把你做到過牌 除此之外的話 如果你的牌組中有懸有法鎳的話 我也是不管先後手都要留法鎳 因為在後期的時候很難去甩掉法鎳 剩下就是 如果你有核心伊麗絲的話 也是先後手不管怎樣都要留下來 其實來講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護符的 要去找一些前期可以去下的護符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直接送掉之後 悠久絕望對面放一個蟲子 讓我跟他交換 我還蠻討論的氣的 結果他直接排出了蟲高的聖體 那這裡理所當然我們一定要直接跟跳 那由於主教也是有可能會有帶 在巴哈的情況下 所以說那張閃上天使到底要不要拍就自己思考囉 那我是覺得說啦 嗯會配上災禍獅子的 有些人可能不會偷掛一張的巴哈 所以我是直接排出去了 然後另外我就相信我剩下兩張會進來 然後對面準時用了一個聖女貞德 沒關係我們接到一個六倍的節奏 然後金角靈 接著的話這一首還蠻關鍵的哦 就是嗯我之後想想我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他等等六費會進行獅子的節奏 他是有宅火的那他一定有獅子 結果呢我跑去撞了一下的蟲高聖體 如果他再貪一點的話 他可以就是送掉蟲高聖體 對然後那個超級大場面 只要我沒有馬文我就直接砸開了 不過他也有可能是怕我馬文啊 然後為了拿到複製的牌 因為對他講應該還是複製悠閒 所以他就沒有自己去送掉蟲高聖體了 幸好幸好 這算是一個看對面臉的小小打錯 看對面臉 哇他這邊也是直接進化耶 就表示他想要用這個來防我直接炸馬文 因為畢竟我等等還會生出一張的48 那他就開始降我最大血線 我這裡非常的危機了 因為我現在的手牌中是無法去解掉他這個場面的 所以我只能變相就是 再做跳廢 因為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在做 中末之地加上快樂小豬 或是加上金角林之後好像沒有太有防住 所以我決定是直接做了沒單左加上法鎚 直接去消掉對面的那一張的崇高的聖體 防止之後我下一回合一個右手可以直接完美掃乾淨 結果他沒想到又再下第二張的災禍之神 然後又複製了災禍之神 哇他真的開笑啊 那我們這裡進了巴哈巴哈直接踩的話 他又會再生一張會潛行的又會再生一張六六的 所以我直接哈皮的打三步 先把我的最高險先給提高之後 然後槍行讓我的進化次數去刷到五次 這樣我下一次拿才可以去做到聖灰女展示 其實我這一場是有點亂節奏 理論上最理想的就是 我沒單中跳完廢之後我六倍金角林 或快樂小豬 七費也是金角林或快樂小豬 那我就可以直接做聖灰女展示 結果對面是直接 毫不留情 聖女的號令 踢我頭 然後開始降我的最高血線 我只剩下8點了 那對面因此這樣做嘛 所以我留了一張的那個 救急巴哈姆特 可以破壞敵方全場上的卡片 所以我這裡剛好可以用1去拉9 幸好我有跳完兩次沒單中 不然我做不出這個combo 然後接著的話 豬豬再把他換掉 因為我也沒有進化點了 那我只能賭他就是沒有任何的職商的手段 那如果就只有一張的 聖灰女劍士的話 我會鎖一點血 摸不起啊 這裡直接拍下了聖灰女劍士 那我接著的話 閃耀天使 加上他的護服 那我們這裡怎麼辦 理論上我最最理想啊 我應該要去拍到閃耀天使 然後加上疾疤去號的限制住他 所以我閃耀天使下去之後 搭配到崇高的聖體 也是讓那個聖女的效果直接幫我崇高聖體跳起來 而場面的十三攻的巴直接灌到對面頭上 漂亮 那對面也是直接鎖了我的閃耀天使 還搭配到馬雲 這樣我也不會跳飢餓 哇 哇 這樣有點尷尬囉 沒辦法為了去擋住對面的飢餓的人力 我這邊還是要去炸巴哈 而我沒有進化點給貝魯芬 所以說我這裡非常危機 只能這樣 直接用執行 然後把牌甩光 最後他只剩下一點血 他挑了極弩獵力姐 哇哇哇哇 有了那個絕望的奔牛 再跳出光耀聖絲 就他看他有沒有那個閃耀天使 好這裡解掉 最後一張什麼 是惡族神父 好他沒有閃耀天使 我們這裡可以用 呃 饑餓跟他的饑餓作為交換 反正我手中那兩張都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那 接著的話我們要如何反殺呢 幾號人抽到最後一張的聖威女監視就可以贏了 來了關鍵的 和絕的飢餓 和絕的甘露 來吧 有了 恰恰好 最後一張 呀 我們就剛好是 5加7的戰殺 請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場的對局吧 第二場的對局我就是直接使用了我第一套介紹的牌組 那目前來講的話我是拿到了後宮 那後宮來講的話還是要找到那個先後手不管都有的那個貝羅芬 而這個騎手來講的話我覺得真的可以換掉其他兩張是可以留下來的 畢竟有一費節奏也是不錯 至少我到時候他跳出來的時候還可以做到一個進化節 那我們這裡就是直接打出尊貴的避邪物 而二費選擇因為啦 對面是主角然後要看一下牌型 也有可能有把他我前面講過了 那這一張要不要拿去打節奏呢 我覺得拿雞二來打天手吧 其實不怕也是可以 但是後手有機會會你的手牌會爆破 就是抽到爆牌 所以我這裡先先甩掉 然後直接打永久絕望空過 雞二就只是站著 然後如果對面要跟我交換我就跟他稍微換一下這樣 然後他直接消了法槌 那我們這一屯怎麼辦呢 可以拍下崇高的聖體 因為拍其他東西都不太好 那我就先投資一下未來 再抽一張漂亮貝勒羅芬 好對面剛好進了進化點回合 準時進化了貝勒羅芬 哇哦 那領事來講的話他這邊應該會轉 因為畢竟多抽那張也沒有說多抽 結果他用性愛劑 那他就會耍費放著了 哇哇哇哇哇我的不見了 而我剛剛那邊啊 絕對不會去拍冥官藝人的重點 就是我啊在五費的時候抽到解禁 我六費才可以開官藝人的聖體 這是一定要把握住的 所以我這裡反而不能做貝勒羅芬 我要直接進化巴龍去換掉對面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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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什麼 然後這裡補掉是為了我等著下一回合開之後不要爆牌 但說實在的 我真的會抽七嗎 那我下一天一定會爆一張 因為官藝人的攻擊之後啊 會給四者祝福 我這點算不太屌 所以這張的破冰的聖獸到底要把我耍一掉 就看你個人了 那對面竟然做了伊利斯 那我們剛好有一個目標可以讓我拿到複製 我們的獅子複製起來 挑起來 然後換掉 那這裡啊 這張的獅子祝福 我會先看一下情況 因為畢竟我手中還有一張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張的摘獲之神 等於說 我在七天的時候要去做到結晶的摘獲之神 我對面直接生氣炸掉我的獅子 我避出一張獅子非常的棒 我剛右手其實是可以直接當場開怪要生死了 但沒辦法 他就炸掉了 我們就當他不存在 這裡就是 貝魯芬 換之後 載獲之神 跟冥冠葉都派下去 接近你要先讓他倒數 到時候你才有更多資源可以利用 接著的話對面再使用到金角雷 他的進化之處應該已經刷過五次了 我這裡應該也已經刷夠了 我看一下 沒有我塞三次 他四次耶 他也差一次 看 他跳出了女神 完了 我這邊有夠危機 那我們依然就是 做出殘壓 災禍之神跳出來之後 這裡呢 這個進化點要不要繳 就看你個人了 我之後思考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他幾乎是蠻險的啊 等於說他是奶教 他也會有很多補師的手段 所以我這裡選擇就是 直接用災禍之神 空蹲 然後再去複製一張獅子 複製一張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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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循環我可以再度利用 對面 直接生氣馬文 女神在打我 那我們還右手光妖生獅 只好再解了 這裡可以直接 閃耀天使 閃耀天使 其實我覺得我這一手有點 不確定這四樓打好不好 因為我有點怕他 直接就可以拍十費 然後半哈就跳出來弄我了 所以我是選擇先壓了閃耀天使 以防萬一啊 那如果你閃耀天使的數量不夠多的話 可以再忍一回合 可是我現在這邊感覺就是要丟了 因為我手中了兩張 然後對面信仰一擊在消掉我的 宅火之人在打被他崇高聖體屁了 我這是爆掉了 啊好扯 然後我這裡打一個救急大失誤 其實我腦中有想好我該怎麼打 但是我之後打錯了 首先由於對面所有的關係 所以我把他也不用著急的甩回去 那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趕快把血量跟場面給解掉 那我排下了閃耀天使之後 理論上我應該要複製我的閃耀天使 但是我忘記先複製了 我把他消掉了 我這個超後悔 啊我在幹嘛 完了 我們雙方都到十費了 還沒有人跳出雞了 因為雙方的閃耀天使都握得非常的好 那他那一張的 呃我是不懂為什麼他不打我頭啦 對我是不懂為什麼他的女神不打我頭 然後幸好我這裡直接一個右手 右手來救援 好扯 好扯好扯好扯 那如果我沒有辦法右手的話 我這邊會考慮 就直接卡住 然後下悠久決斷 然後做奶排的呃奶血的動作 然後直接把場面給架滿 比如說好了我可以增加悠久 聖女更易的廚師直接卡爛他 嗯 然後這裡就是 再稍微把我的血量給提起來 然後這裡一流圖示再下去 然後獅子的祝福為什麼我要空那麼多張呢 假使我能夠右手直接進身回女劍士的話 我可以直接衝兩隻 直接帶走隊長 這是我心中盤算的事情 然後記得一件事情如果你獅子勾擊之後 你的悠久決斷就無法拿到 無血跟抽牌的效果 所以我這裡 悠久決斷其實不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對面居然沒有拍出 他的閃耀天使了 就表示他沒有 又或者是因為他的場面已經被卡住了 他只能選擇 找我場 所以我這裡就可以很開心的 直接用信仰的一擊 消掉他對面一個從這拍下閃耀天使 再去複製 喔 把他塞回去 合絕甘露抽一下 爆最後一張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看一下沒有禁我想要 所以我再複製 悠久絕望 直接拍了宅火MOD 不是宅火MOD 不是宅火MOD 宅火之神 使者祝福這邊直接點起來 是為了把我的血線提到更高啦 因為他有可能直接 合絕炸我之後 然後我死掉 畢竟啊 那我這一回合是沒有辦法去套到那個神火女劍士 所以我是直接把我的補血給架滿 其實他這裡是有機會右手的 他就要剛好右手那一張是 神火女劍士我就飛走了 我爬爆 然後直接用兩張的那個冰獸 然後換掉我的巴哈 那我們這裡剛好進了神火女劍士了 然後我也有點小卡場喝 那沒辦法 我們下一回合再做其他的 一樣 直接做 哦哦我很像不怕他跳出來了 對對對我現在不怕他跳出來 我就想說不管了不管了 這裡我是直接開始 關要聖屍 然後搭配到 聖女的號令 這樣做有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直接把他的最高血線 直接壓到12點 然後你可以想說為什麼我不攻擊 為什麼我不攻擊 因為我想要補這個 不補的話會怎樣死你知道嗎 我現在多補了兩點嗎 所以才是9點險 我不補的話是7點險 所以假使他真的超賽 這裡右手的聖輝女劍士 他直接6-6換掉 然後 哇他11就跳起來 我死了 所以我這裡是打一手 最保險的 我沒想到他巴哈還在他的最後的排隊當中 但是巴哈讓他排變更少了 可是我也被巴哈轟炸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場上還有聖輝 不是啊我們場上還有獅子 注意哦注意哦 這邊舉的要注意哦 就是你現在是滿牌的獅子攻擊 你會爆牌 先消 隨意消 好 四字五指 欸複製 聖輝女劍士 最快樂複製 要我多快樂就有多快樂 哈哈 還想卡場啊 還敢卡場啊 伊莉莉斯 不是啊真的 這回到你來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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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